我是阿天 那現在是下午的1點46分 剛吃完中飯休息一下 那1點鐘呢 其實在這個我的預見日記呢 中午12點到下午2點鐘 以及這個下午6點到晚上8點鐘這個時間呢 是打這個先盟boss的時間 那因為說我現在比較認真課金 所以說我換了一個這個先盟 那換了一個先盟之後呢 因為他們的這個算是boss的這個層數比較高 那所以說呢這個敵人也比較強一點 那敵人比較強呢 打的怎麼講呢 掉的這個東西呢 好像也會比較多一點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現在的這個陣容呢 就是我有千賀 然後我也有曼陀羅 但是我現在主要上的是地靈的角色 好那我們就打一下吧 地靈加成這個boss已經死掉了 然後這是旋靈跟天神 我沒有天神的 那我們就用主角強化好了 這個看打出傷害是如何 然後boss是有比較強一點 因為我在之前那個先盟呢 我可以打出有1億的傷害 現在只剩4500萬了 那但是呢這個獎勵變得比較高一點 你看這一個 光是這個藍色的就有15片 我記得我在之前那個先盟 這個 青紅錦沒有那麼多 所以說我覺得 當這個敵人變強啊 他的那個什麼 獲得的這一個就是天衣的這個材料呢 也會變多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都是15片 然後來買個次數吧 買個 買個3次好了 先金其實還蠻多的 有課金有差 再刷一下 這個是 紫色的這個 這個 這個衣服 藍色的15片 又是藍色的 這樣子 然後呢 另外呢 我們這個腰單兌換 如果說這個如果說你的先金夠的話呢你也可以去送人家 送 送 425也是蠻多的 你可以送幾次啊 送送 送 送 一直送狂送 這個樣子 那這一個呢我們看羨夢商店 羨夢商店的話呢 因為這個 其實基本上每天的話 這個 劉金沙後是一定要買的 因為劉金沙很欠 然後呢這個 雲林霞這個也可以買 然後一週呢買一次這個邀靈自選 這個我想這是固定的 然後合體單的話呢這是跟著你的這個修為 那他這是增加你的突破的這個成功率喔 一個的話可以買5% 那我們再看一下喔如果說你有課金的話呢這個先金比較多 還可以買哪些東西呢我看一下 每天的這個 換零錢是一定要買的 然後這個的話呢我會買個兩次喔 這個是做這個修為單的 然後合體單的話就是看狀況喔 看自己這個突破的時候需不需要 倒股單這個 這個我覺得其實也可以買了 但是但是我沒有買喔 因為這個比較不急 然後這個妖物神破 這是一定要買的 這一個 但是呢 前期會比較欠 因為後期的話呢 你會卡修為卡比較大 所以這個妖物神破的話呢 看狀況 一般來說 我在前期的話都有買 但是因為這一次呢就是 呃怎麼講呢 課了金之後呢 抽很多角色獲得很多這個妖物神破 所以說我現在是卡修為 那其實這個妖物神破的話在前期是蠻欠的 好然後其他的部分呢 像這個悟道御檢的話呢 最好還是留一點這個 這個仙金準備去買悟道御檢喔 因為悟道御檢的話呢是你要這個 怎麼講就是 學習自創功法的時候會用到 然後一開始的話好像只需要三個 那後面的話會需要五個喔 好其他的部分呢 我們就先跳過 好然後再來是這個密室 密室的部分喔 天靈仙服喔這個很重要喔這個會 呃在這個 怎麼講就是主角 主角的這個 呃 主角的那個星級啊他是可以直接加百分比的 所以說這個我會買 然後雪蓮的話呢我也會買 這一個 雲曼的話還好 那雪蓮的話呢 其實還蠻不錯的 但是這個很貴 這個純粹是課金大腦去買 因為這個是練這個紫色單藥跟這個金色單藥需要的材料 然後呢這邊是可以這個免費刷的 大日增合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也是必買 因為這個也是 在先蒙那個地方的提升百分比的 那陰陽靈粹呢其實不大需要 陰陽靈粹其實獲得蠻多的 主要是這一個 大日增合喔 那仰靈石符我也覺得這個還好 因為這個在推這個萬劍總可以獲得 好我們再刷一下 也是免費的 免費都給他刷一下 天靈仙服 買 然後雪蓮 也買 這個是有課金 這個仙金用很多 然後雪蔓的話我會留著 補貨 30 30斤 雪蓮買 這一個 32萬修為 這個也是買下來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是 用零食去買的 這個也是用 因為這個不是用現金嘛 再來 剛忘記這個也是直接買 養靈石符這個比較便宜一點 那就買吧 這個500的話我覺得有點貴 好刷掉 再看一下 流金鯊這個一定要 因為那個 你的天衣 如果說要那個什麼 升星的話通常都是卡流金鯊 所以這個也買 好這個也是買的 因為這個不用現金 這是有零食喔 紫色的話我覺得還好 好再來 流金鯊給他買 都給他刷齊 然後零食的 這個也買 法寶的話我覺得就不需要 然後我們再刷 又是50現金 雪蓮 好 流金鯊 養靈石符不用 倒股單 因為用零食買的 就給他買 好 我們再刷 每天給他刷10次 流金鯊 給他買 OK 然後 這個是用零食的買 然後這個要買嗎 可以啦 這個有多一點點 好 再刷 剩兩次 大日升合 這個最好 然後 然後這個 這個有打折 靈魂元丹 算這個不要好了 這個 這其實也不需要 這其實也還好 再刷好了 大日升合 讚 這樣子 差不多就買齊了 然後妖靈部分的主要就是 看有沒有什麼九尾啊 還是那個什麼 那個玉瑤 魚瑤啊這個樣子 然後仙蒙的部分 鮮蒙的部分的話呢 像是 怎麼講 每天的這個流金鯊都要買完 然後這個單藥 我覺得也可以買 我覺得也可以買 因為你可以買單藥送給別人 然後你就可以增加這個 你的那個鮮蒙的貢獻度 那鮮蒙的貢獻度呢 其實你可以拿來買這個 這個什麼 衣服的材料 或是這個熔爐的材料 這些都可以喔 然後稀有的部分 這是根據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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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蒙的這個等級 萬仙的話呢 萬仙的話 萬仙的話我覺得應該還是 邀靈自選 因為邀靈自選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些都是算是還蠻稀有的 至少有文窑嘛 雖然說沒有九尾 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看中門 中門的話呢這個 悟道欲減 悟道欲減 然後像是雪蓮 這個也是可以買的 還有劍草 劍草你會覺得奇怪 這是一階的 為什麼要買呢 因為可以看到 因為當你升到二階之後呢 你就不會獲得一階的材料 都是獲得二階的材料 但事實上呢 一階呢 還是有一些單藥還沒吃滿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單藥這個地方 單藥 我現在已經到了二階嘛 所以我都沒有辦法獲得一階的這個材料 但是事實上一階其實還是可以 還是有些東西可以吃喔 譬如說我這個 次陽丹 我還有四顆可以吃 然後絕法丹還有兩顆 然後零霄丹還有這個造化丹 還有四顆可以吃 那但是呢 因為當你升到二階之後呢 商店賣的全部都是二階的東西 然後你在那個雲油啊 跟道友雲油 就是洞府 然後呢 這個道友 在這個遊歷的時候呢 也都是獲得二階的這個材料 所以說呢 在這個 在這個 仙萌的這個商店呢 他還有賣一些 一階的這個材料 所以說 是仙萌嗎還是中門 抱歉啦是中門啦 他還有賣一些這個一階的材料 所以這個我還會再買一點點喔 那麼來看一下我的劍草有多少個 268可以了可以了 有268個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說這個 這個丹藥 來看一下一階丹藥呢 我的這個刺羊丹 吃的比較少對不對 好 所以說呢我可以先煉兩個刺羊丹 好煉丹 然後如果說豬草不夠的話 那我也要買喔 好刺羊丹 我先煉兩個 這樣子 好 等個30秒 那這樣等到我這個一階丹藥都吃完之後呢 我就可以不用買了 所以說在這個中門商店的話呢 我還是會去買一些這個一階的這個材料 然後把這個一階的這個 就是還能吃的樣子給吃滿這樣子 如果說豬果不夠的話呢 就在這邊買 然後另外悟到預減是 你在這個地方買的話呢 你就可以不用在先進那個地方買 先進的話 一個是1000 1000先進嘛對不對 那其他部分的話我就覺得沒有那麼急喔 然後再來看喔 秘境的部分呢應該就是 你可以把紫色先買齊 因為紫色的用途比較大 然後藍色的話呢是看 看你一個禮拜的那個數量是如何 如果夠的話呢藍色也可以買 因為雖然說你沒有裝備藍色 但是呢 他的這個身心上去呢 他還是可以增加你的那個全體的這個屬性喔 好 太虛部分的話呢 先品的建議後這也是買的 然後紫色的後也是買的 這個樣子後這是一個禮拜的 然後至於說其他的東西呢 像看一下喔 哇我只剩4000了是不是 所以說我大概是這兩個是必買的吧 換龍的話這個還好 因為換龍的話只有課金的那個才會增加那個 才會增加屬性 其他這些都只是改變你的那個紫娃娃造型而已 所以這個就是純粹就是好玩而已 魂練的話呢這個就是 如果說他有寫必 怎麼講的必須的話你可以自己考慮一下 因為魂練這個東西的話 也是純粹這個 加屬性 算是新的系統 好那這一次呢就是更新了這個什麼 太虛論劍合併這個伺服器 好像大家有點抱怨 就反正變得比較強喔 我還沒有打 可是呢雖然說我有課金喔 但是我在這個太虛論劍的其實打的名次也沒有很高 大部分看到都還是九尾啊 然後 這個天狗啊 玉兔啊 還有那個 魚咬啊 那樣子的這個陣容喔 那我的這個 我的這個九尾不是很強喔 所以說我現在 主要是用這一個 怎麼講呢 就是千賀跟這個曼陀羅 好來試試看喔 大概 大概遇到比我高個 高個一兩百萬後基本上都還是打不贏喔 實力平均的話差不多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可以看到就是千賀我把他當補師然後一樣還是最評價的這個天狗跟這個 跟這個 跟這個玄兔 然後這個曼陀羅這個樣子 好然後就這樣子吧 看一下 這實力也是2623跟我差不多 好曼陀羅傷害最高366 你看這個千賀補血補到了115 真的是補很多 千賀當補師 那有時候在打單體 單體王的時候啊 降層一隻降層的話打出來傷害也是不錯 好我們來這個打個5次喔 每天都要打5次嘛 這是幾個任務 哇 3180萬 這不可能了 高了四五百萬就基本上 很很 怎麼講呢 好像沒有蒙贏過 這個我們高兩百萬應該是可以吧 就這樣子 這個我就沒有很認真打因為打到上面基本上就是你 贏你個一兩百萬其實就 這個這個這個運氣好獲勝了 看一下看一下這個分數是如何 對方也是 這個九尾 然後這個余瑤 懸兔 他沒有配天狗 不過他有這一個 凡天印 因為那時候我還沒課金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凡天印啊 橙色的這個這個神器 效果非常的好 但是我現在還是用紫色 不過你可以看到 你看這個千賀補血量真的是非常的好 這樣子 不小心點到一次 哇 多點一次 你看這個 高我五百萬這個打屁啊 誒 誒竟然贏了 喔 運氣那麼好 哇你看他的這個這個 這個朝鋒跟這個九尾 打出傷害這麼高我是怎麼贏的 哇 千賀有沒有看到 補血補了四百多萬 所以你看這個千賀 我這個千賀才三星 你看這個千賀多強 這真的是賽道了 誒 我又點到 我本來說影線就到這個地方了 這個高我兩百多萬 誒 誒也是不錯 好啦那這影片就先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然後呢 再看看說接下來還有什麼其他的活動 因為最近就是在抽這隻新角色 那我自己覺得就是曼陀羅跟九尾蠻像的 然後 千賀的話呢 我覺得是一隻不錯的補師 在打副本啊 打這個競技場 我覺得都可以擺一隻 好啦那影片就先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